哈喽大家好 我是Silent 很高兴跟大家再次见面 那我现在在这个大直的 和平公园这边 那今天要谈的主题呢 是重启人生计划 重启人生计划 首先呢 我希望如果对我这个视频有兴趣的 可以帮我订阅一下 支持一下我们 然后首先我先讲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它有发布过这样子的讯息 肥胖是十大使婴的源头 肥胖是十大使婴的源头 就是说 其实有大部分的这个问题 毛病 病痛 其实都是因为肥胖而来的 有50%的病痛 都是因为肥胖而来 包含癌症 脑中风 心血管疾病 还有糖尿病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改善 这个肥胖的问题 就是减肥下来的话 其实你就改善了 50%以上的毛病 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 要做健康管理之前 要先做的事情 先做减肥的事 那我先分享一下过去的我 过去的我其实长这样子 我也没有觉得 那时候我没有觉得我自己胖 而且我只是觉得我没有很瘦 然后没有很健康这样子而已 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因就是我们吃的饮食里面 有太多精致的食物 比如说蛋糕 面包 炒饭 炒面 这些都是食品 它不是食物 所以透过正确的饮食习惯 这个均衡饮食3333 加的这一个饮食原则 变成现在的我 变成现在的我 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找回健康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找回你人生的自信美丽 还有我觉得整个精气神变得比较好 对未来也越来越有期待 这是我觉得做这个重启人生计划 最有价值的地方 所以如果对于我这个 重启人生计划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跟我联络 不管是LINE或者是手机 甚至可以加入我们 小星星的魅力人生 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们 YouTube上面的订阅号哦 那我们下次见